- 胖酌尿 - 过了中年齁 - 见年宝宝一摊开 - 常常看到胆固醇 - 山寸钙油脂都是红字 - 胆固醇以及山寸钙油脂过高 - 就称为高血脂 - 台湾18岁以上罹患高血脂的盛行率为20.4% - 也就是说每5个人就有1个人罹患高血脂 - 什么是高血脂 - 高血脂简单来说就是血液中的胆固醇高于正常值 - 我们请医师帮我们说明高血脂的发生原因 - 这个部分呢 有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先天遗传 可能是代谢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的基因异常 另外一个部分是后天的 那部分是抽烟或者是缺乏运动 另外一个是饮食上的不正常 可能是吃太多高热量的东西 或者是动物内脏脂肪这些 还有一部分是疾病引起的 可能是糖尿病或是甲状腺肌能低下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药物引起的副作用 有一些降血压的药也会造成高血脂引起的原因 原来引起高血脂的原因除了先天遗传 抽烟及缺乏运动也是影响高血脂的关键 现在我们就来询问医师 要如何选择高血脂饮食呢 在食物上的选择我们是建议全骨类的食物 像糙米类、全麦面包、生色蔬菜 还有尽量吃食物的原型 减少吃加工食品 另外在肉类的选择上面 我们建议可以多吃白肉、少吃红肉 在饮食上面也要减少油炸的食物 缘分的摄取要减少 医生提醒 除了要留意自己的健康 也要注意均衡饮食 保持适当的运动 并且戒烟戒酒 才能远离三酸甘油脂 胆固醇上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